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一下 学到了独立下叉 独立下叉大概是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学过的 预备是 转身 开立步 撩达 左右脚 转身扫平 这都是水 我怕厚一点都是水 转身扫平 转身扫平 独立插边 有水 独立插边 今天我们接着下面独立插边 独立插边以后 独立插边以后 把右脚向左落 从左腿的前面向左落下 看一下 看一下 独立下叉 然后这个右腿 独立的右腿向左 在前面 在左腿前面落下 落下 落下以后 身体左转 左转以后 转到这边 转到这边 然后再把左腿从右腿的后面 继续配布 就等于人转了一个圈 然后转身压打 前面有一个反手压打 这个里面是转身压打 转身 转身 独立反差以后 好 大家再看一下 独立反差 落步 转身 转身以后 把左腿从右腿的后面 再跨一步 转身压打 转身压打 成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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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 那么 这是转身压打 那么 今天的这个 引手边杆 我们就学一个转身压打 那么连起来的话 就是从 这个 从哪接到这个 转身压打 这个压打这个动作 我们前面学过的 这个 这个压打动作 我们就在这个 独立 插边 就是 边向下插的时候 接下来 啊 落步 就是两个落步 右腿从左腿的前面落 转过身来以后呢 把左腿从右腿的后面 向后插一步 转身 转身压打 就是 这样的 好 那么大家看这个 腿可能看 我力的 可能有点近了 我力远一点 大家看头 就能看到 这个腿头是这样的 你看 这是 那边 右腿 我们右腿从左腿前面 我夸张一点 夸张一点 然后 转身 转身以后 左腿从右腿的后面插步 我为了夸张一点呢 大家能看得清楚 插一步 然后再转身 再压 这个压打 再压打 这样就能看得清楚了 对吧 转身 压打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 引手编展呢 就学习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呢 再接着学 好 谢谢大家